以前在江英 谁家要是吃了河豚鱼 老人们都要嘱咐 晚上的夜壶不要倒掉 如果有中毒的迹象 就喝点尿 吐一吐就好了 宰沙后的河豚鱼 要剽洗干净 特别是有毒的内脏 也不能像一般的垃圾一样乱扔 要集中埋在自家的地里 慢点 如果家里来了客人 在吃河豚鱼时 还会先摸出一毛钱 意思是 这鱼算自己买的 万一吃出事情和主人无关 这个绳子 我小时候呢 一家一代家教父们 这个招台旁边都有这样一条绳子 这个绳子用来干什么呢 这是用来自载用的 绍河人呢 是很讲究的 绍的时候 都要搭一把绳 旁着这个 上边楼把张的费人 也起一场群 这个费人都要下来 绍河人是很讲究 维生的 群人在家里烧制河豚鱼 用的佐料并不复杂 家里最普通的老白酒 加上最便宜的酱油和冰糖 他们说 河豚鱼吃的就是它本身的鲜味 河豚鱼入锅后 还要恭恭敬敬的给赵王老爷 敬住乡 第一项呢 就是赵中老爷 上帝周好日 下家报平安 就是吃河腾的时候呢 大家都要平平安安 实际一场呢 我就发觉了 当时的你呢 没有手标 没有脑标 又没有钟的 用绍巷来继绍 绍河腾的时间 一般这个香烧了成 海油三分之一的时候 香味出来了 河豚鱼也锁透了 这样就可以安全地吃河豚鱼了 每年春天 性成熟后的河豚鱼 从大海回游到长江中下游 开始产暖 江婴附近的江面 就成了河豚鱼温暖惬意的产房 这时的河豚鱼味道最为鲜美 然而 和美味成正比的是 河豚体内的毒素 也在此时猛增 是河豚一年中最毒的日子 那么河豚鱼的毒素 从何而来呢 我们走访了 有着十年养殖河豚经验的 正金粮 它不是先天有毒的 慢了 就是最多的河豚鱼 出来的小河豚它没有毒 它没有毒的 它没有毒素遗传 它不是遗传毒素 它是靠平时吃东西积累 假如说日积月累 吃了带多的东西 它海里面吃有多的藻类 有多生物 就是最多的螺丝 吃了以后 转换成河豚鱼毒素 储存在干上面 所以河豚干很多 到怀暖期间呢 那干慢慢慢慢开始变小了 所有东西都转移到纸上面水 那个时候纸最多 它为什么要止毒呢 河豚鱼蝉烂和其他鱼类不同 河豚呢在很旷野的那种 长江水体当中蝉烂 它是群体的 群体蝉烂 蝉烂以后 它的保护软的本能 它就是毒素 它产的软 任何鱼类不能吃 吃了要死 所以它就靠毒素来保护它的后代 所以它需要毒 在郑金阳的河豚养殖大棚里 我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了 被江英人誉为鱼中之王的河豚 河豚鱼属于凶猛鱼类 小鱼小虾和各种蚌壳都是它的食物 河豚一旦遭受威胁 就是身体膨胀成带刺的圆球 让它的天敌难以下罪 河豚毒素的毒性排在所有毒素的前十名之内 是氢化价的一千倍 一条一斤重的河豚鱼体内 能提取出约0.5毫克毒素 可以毒死几十头大象 那个河豚是一种非蛋白性的神经毒素 所以它的中毒主要是中用于神经系统 外侧神经跟中枢神经 一般氢的话就是出现口角麻木 时间麻木 如果说中的话就出现四肢无力 呼吸困难 所以呼吸筛解的病人蛮多的 它的特效的对抗药物是没有的 那么你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 首先就是要那个催涂 把胃内弄我除掉 如果不限细胃 还有这些是倒血 至今还没有发现一种解毒剂可以解除河豚的毒素 所以吃河豚是拼死 而卖河豚更是要承担一定风险 河豚去毒的关键在于厨师的操作 由于责任重大 所以烧河豚的厨师收入比一般的厨师要高很多 我出去一个月拿五千块钱工资 我们在一斤提挣二十块钱 整个高 就是消益金额提挣二十块钱 对 是这样的 俗话说 意高人胆大 敢于烧河豚的厨师都要有河豚去毒的绝迹 今年已经七十多岁的杨振华被誉为是江鹰河豚王 因我们的要求 已经封刀多年的杨振华 为我们掩饰了河豚鱼的去毒方法 每次坐河豚时 他想到的是什么 人命关键 繁殖河豚成功的那一刻 他想到了什么 我肯定要放了你 请继续收看 《新子吃河豚》 扫出自己